马总统接见外宾态度从容 他周六将前往新加坡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历史性会晤 这是1949年以来双方领导人首度会面 总统府强调秉持对等尊严 马总统与习近平互称台湾领导人 与大陆领导人以及先生 不签任何协议不发表共同声明 预计会谈一个小时 就巩固两岸和平 维持台海现状等议题交换意见 国会施持任何有利两岸和平 其区域稳定的对话 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圆满来达成 总统府秘书长曾勇 全汉行政院长毛志国等人到立法院报告 据了解马席会前一天 习近平将从越南飞往新加坡 进行国事访问 参加新国总统府欢迎仪式以及国宴 而7号上午 马总统搭乘专机 从台湾飞往新加坡 下午3点在香格里拉饭店 举行马席会 会后将各自召开国际记者会 两人还会共进晚餐 马席会回国之后 立法院邀请 总统愿意到立法院来做报告 为了取得国人支持 马总统将在周四上午 亲自举行记者会 在过去八年建立的两岸互信下 卸任前争取契机 替两岸建立领导人 对话机制 开创新局 借台北综合报道